接下来这个议题 当时候友谊就是没有快速反应 那希望接下来要继续教训了 新北市板桥幼儿园疑似胃药案 现在证实真的是乌龙一场 新北市的地检署下午已经正式公布 36个孩子的毛发检验结果 报告显示全数都是 未检出巴比陀类的药物 以及本二氮瓶类药物的成分 那药物的成分 就一些感冒药常见的相关成分而已 本属侦办新北市板桥出于 某一幼儿园人员 以示喂食幼童不明药物 涉嫌伤害妨害幼童发育等案 5月23号起就经过家长 以及幼童的同意 陆续采集幼童的毛发 采集的毛发的长度 大概可以回溯 3到6个月以内的这个药物试用状况 那我们总共是采集了36份的这个毛发检体 那这个经过这个调查局 以罪数件办理 那今天上午我们就收到这个全部的检验报告 那我们也会立即通知家长本次检验的结果 让这个家长和家属来安心 那检验的结果如下 第一点的部分 36名幼童的毛发 都没有检出有八笔妥类的药物 以及本二蛋瓶类的这个药物 我们也有去验一些这个感冒药的成分 那部分幼童有验出 有一些药物的反应 但是这些药物 都是一些常见的 感冒药的这个成分 两阶段的确认检验 具有高度的准确性 那不会有一般医式检验 使用免疫法进行毒品的这个检验时候 可能有交付反应 进而产生伪扬性 或者弱扬性的这个反应的这个状况产生 好 刚听到的是 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已经亲口说了 这个未要案 为什么被民进党称为未读案的这件事情 全部未检出乌龙一场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怒轰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乱兴德 带头造谣 上梁不正下梁歪 如果24个小时之内 他不出面道歉的话 那这个侯友宜办公室这边 还会提告加重诽谤 来看他们最新的说法 赖清德要正式的道歉 而且为过去的一个半月 造谣乱台 摧毁社会的互信 请你负起责任 民进党就是全台湾最大的造谣集团 上下交相贼 数而数一窝 我们也想要请问一下社会大众 您是相信民进党党团 还是相信司法呢 请民进党党团说清楚 不要再跟司法对着干 赖清德不止没有听进去 不止没有诚信 而且还上梁不正下梁歪 带领你的团队 放任你的小鸡 继续的抹黑造谣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赖清德 还有你的小鸡戴伟山 还有你们的党团所有人 造谣者 你什么时候要到案说明 好 刚刚是这个侯伴的发言人出来讲话 侯友宇本人他也有最新的谈话了 他说经过了一个多月 现在真相大白了 这过程当中 政治人物造谣抹黑 造成社会对立 也造成了人跟人之间的不信任 他看在眼里心里很难过 他批评不应该政治操弄 政治应该是公平正义 可以让人信赖的 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政治人物 要负起责任 因为孩子们的健康 是我们一辈子要所谓的 既然在这过程当中 政治人物不断的抹黑造谷 制造了社会的对立跟冲突 让家长跟幼保老师产生了不信任感 这段时间的失恋的感情 也让公务体系人赢得不作信赖 这些的过程 这些的过程 我看在眼里 选举是一席的 政治最重要是要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想想看 台湾的社会 人跟人之间 我们应该是信任 是友善 是包容的 我们彼此之间 应该要找回我们 成真善良的一面 不应该再用政治 选举的操作方式 让社会的对立冲突不断的加深 我们期待的是一个 让我们往正向 往合作 往包容的路上升 所以我在这里再度的抑郁 我们期待的政治 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 是一个让人民可信赖的政治 所以这构成 我们要深深的对这个事件 所造成让社会动荡不安 该负责的政治人物 应该也要负起责任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